我當然覺得不加過加,因為加了,車主要加價,接著人少搭了, 所以兩頭夾我們都是吃虧的,另外那些人的要求高了, 你加了一輛,當然要這樣要那樣,這樣變了困難一點, 做起來會比較辛苦,這樣的人會,在我們立場,我們招呼你會好一點,如果不是就更差, 現在經濟已經差了,所以不加就比加,加價對於大家都不著數, 我所認識的每一個司機都不喜歡加價,不想加價, 他只是代表車主,不代表司機,基本上現在那些什麼協會, 全部都是車主的協會,不是司機協會,你問10個穿了9個半, 除非他自己是車主,個個都不想加價,不喜歡加價, 是肯定少了生意的,今早我們起床,通常30點開始, 在農場一路完善,就會有很多Apps,或者Uber那些單, 但今早都沒有什麼,今早華期有影響,我覺得不會有好處, 沒有,我不覺得會多了,因為那些車主肯定會加租的, 所以其實都是跟他們做的,你每一張單,加幾元, 那些車主一加,起碼加100,200,那你跟他們做, 坦白說,我來說,我覺得我做到足了,很多時候, 譬如醫院,有輪椅需要的人,我都會立即下車幫他們搬, 很多事情,譬如,會問他們溫度夠不夠, 要不要開慢些冷氣,或者開小些冷氣, 很多事情,在我來說都做到足了, 但是,當然最麻煩的是,那些害群之馬, 就是做壞了那個聲譽,變了很難回頭的, 就是不被人罵,我已經算笑了, 是這樣的,坦白說,一般來說,沒有理由拒載的, 一般沒有拒載的,但是,有時候, 你起一些帆忙時間,這樣,他又臨交間, 根本上,回不及來的,回不及來, 你要給接間那個人罰款,罰錢給他, 所以當然盡量不好的,所以我覺得, 譬如你說,因為過海問題,主要都是因為交間時間, 如果不是交間時間,他不肯過我, 其實這些就是害群之馬,我沒有所謂的, 他是網約車,他願意給多些錢, 譬如我現在有做Uber, 他一樣拿到這些單,沒有所謂的, 其實網約影響對於我們不大, 除了那些,譬如去機場,那些優質的單, 是有很大影響的,因為我們現在去機場, 你見到,完善排滿了很多,Alpha, L Grand,那些七人車,那些全部都是Uber, 那些都是Uber來的, 那些就接了長途單, 但是,譬如伸手這些, 在街上等客戶那些, 對我們沒有影響的, 你不夠做的時候, 你就可以接了Uber單, 你生意不夠,真是, 那沒法的, 我是九龍線的, 剛才接了一張Uber單, 因為Uber不知你去哪裏, 上了車之後才知道去哪裏, 所以一上車之後, 他說要去香港, 我就要來香港, 沒有所謂的, 我不會叫他趕回下車, 沒有所謂的, 即是開了車, 哪裏都要去的,坦白說, 我想要有些規管的, 你如果不是, 你譬如的士, 就要幾萬元的保險, 但是你那裏摸了車, 又不用這麼大的保險, 大家成本都很不同的, 當然很多東西要規管, 譬如這個, 這把明是Uber來的, 怎麼看啊? 譬如, 他如果不是, 不會在這裏接隔, 在的士站上客, 上的士, 他自己上也行, 這些肯定是Uber來的, 不用這樣, 我相信都是因為, 有些人想服務好些, 我這些都是理解的, 理解的, 那自己做好些就可以了, 我覺得沒有所謂的, 很多時候出街, 跟老人家都一定會坐的士, 我們就沒有計算的, 因為老人家出街, 有需要, 就一定要搭, 都沒有跟他怎麼想, 是加多少的了, 那想不想去加呢? 加就當然不想加啦, 是啦, 是啦, 覺得那個加多少錢呢? 嗯, 加兩元嘛好像, 是呀, 都, 我想這個時間, 就算他加多少錢, 都視乎, 這個行業呢, 可能他們競爭實際太大, 太多其他的車, 所以, 我覺得都OK的, 大家都去賺食, 那我覺得就好像真的有些, 很好的, 有些就真的很差, 現在其實那些, 其實現在那些車, 即其他的那些車, 人家那些服務真的很好, 質素, 就是叫車, 的士真的真的差一點的, 初到就這樣叫的, 其實是街, 因為跟老人家吃完飯啊, 每個地方, 都是見到那一格, 就上那一格的, 但有很多時候, 在離島出來, 他們不會過海的, 所以他們會拒載, 所以就有些問咯, 都沒有的, 除非有些年輕人在幫你叫, 因為反而, 如果我們上了年紀的那些, 就沒有這些APP, 那就難些咯, 那你始終都是, 見一格就上一格咯, 你不再, 你都要下車的咯, 或者他說不再, 你就不能上咯, 都有的, 但是不多, 通常都是跟朋友一起, 才會叫的士, 都會的, 但是, 其實都是加那幾元的話, 如果真的趕時間, 都會照給的, 合理就沒有特別認同的, 但是, 地鐵那些巴士, 什麼都加的, 都不驚訝, 我會說, 我覺得都是看人的, 我都有遇過一些, 態度不是那麼好, 或者拒載那些, 那我都相信應該還有一些, 是善良一點的的士司機, 是的, 通常我都是拒載, 可能要過海, 或者我要去這些地方, 都說不, 那些真的拒絕了頭, 都好吵的, 但是, 在我的個案, 少數都有發生, 但是, 就未去到, 行動, 行業去到那麼大, 嗯, 我覺得都是看人, 但是, 其實你坐的士都是求快, 你覺得給得起這個錢, OK就可以了, 通常的士司機都是趕下班, 或者, 上回去去那頭, 但是, 都沒辦法, 但是, 服務性行業不是人格人的, 你服務的, 對不對, 都有的, 都看情況, 如果有時, 想坐得舒服, 都會叫Uber, 感覺上Uber, 因為始終你prepaid了, 所以, 代代平安去止, 都很態度一點, 感覺上, 當你去到, 可能出去截的時候, 你好像, 有幾句要跟的士司機要談判, 又要看他接不接, 又去不去, 所以, 又有些麻煩, 所以, 大多數時候, 如果真的趕時間, 都會, 預先叫Uber, 一定是貴一點, 但是, 趕時間沒辦法, 如果, 通常我是, 坐的士, 其實, 我覺得, 就沒什麼所謂, 因為始終, 那些人都要賺錢, 現在, 事道不差的時候, 我覺得, 都是多一個渠道, 之後, 再去規管的話, 其實, 對於有些, 可能要, 維新的司機, 都是難上加難的, 還有, 你會發覺, 現今的士司機, 有些是上了年, 其實, 都不清楚, 這個方法怎麼玩, 所以, 他們都要賺錢, 我覺得, 沒什麼所謂, 其實, 我覺得, 粥就有些無謂, 就是, 大家都去賺錢, 幹嘛浪費這個時間, 還有, 服務質素, 還有, 真的有比較的, 我覺得這些, 政府做事來講, 都不驚訝, 一年, 還有, 幾年, 十年, 我, 我是看成效, 看結果, 到向, 所以, 慢, 我不敢說, 可能做其他事情, 更加慢, 謝謝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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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謝謝,